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大陸看到的所见所闻 颠覆了我对女人的形智 其实我觉得我近一年半载 即是由2023年我才是真正了解 究竟是什么女人 我觉得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女人 我看到的东西可能都是小家子戏、贼道等东西 但是从男人的视觉去看 其实是看得最清楚的 话说我在佛山的时候 跟一个男性朋友聊聊聊 周围走 他跟我说有个客人 那是一个女人 年纪大概30岁左右 有老公 来了几次婚 然后有很多男朋友 这个女人又不是什么天资角色 他也直接跟我说 他不喜欢这个女人 但是这个女人就 常常都接触她 去到最夸张的那次就是 给了酒店的地址 所有的酒店资料 他 然后就叫她上来 说明就可以吃了 你现在可以上来 但其实她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说真的 因为我吃了 我不会跟你说 然后她说完这番说话 说完这番说话 我想隔了一个小时都没有 我们在某一个商业大厦那里 兜口兜面 遇到这个女人 是的 然后是 好像说完吵吵吵吵 就到了那种感觉 然后她们两个都没有打招呼 就是看一看 然后男人就转个头 告诉我 就是这个 我说你是不是很容易撞到她 看你们出入开了 她说不是 其实上次就是在她 给了酒店访问她之后 就没有接触到现在 刚刚跟她说完 陈怡 就看到她了 然后她告诉我 其实很多女人都是这样 你可能以为这个男人 说超级漂亮 其实正常 就是一个正常 干净的男人 但是她说 其实都不关你 是不是 是不是 漂亮不漂亮啊 那个样子啊 或者是外形的 当然你可能都要是 就是企理 但是她说很多女人 是什么都可以的 她们是要集游的 她说这类的女人 她们要集游 就是她们是会不断地去 对所有的异性 总之你不是太差 巨肥巨老巨丑 她都会释放很多的 invitation 就是我叫你上来 我酒店啊 家里啊 接着就在一起 接着又养鱼啊 可能微信几百个 客服 那 接着她还跟我说 就是 很多年前她在工作的时候 那又是 有些 女性的客户 又是会 送一些 相片 影片给她 又是结婚 就是有些有小朋友 有屁股啊 胸啊 全部都是裸照来的 不同身体的部位 然后她很冷静地跟我说 她不是说色情 或者浪费 那种 她很冷静地跟我说 因为可能太大冲击了 那一下 刚刚 就是说完之后 遇到这个女人 然后她就告诉我 其实真的很多女性是这样的 很多女性是这样的 她已经是麻木了 有些 她会觉得 现在她的心目中 她会觉得 女性大部分 都是不正经的 她 也会形容到 就是 骗饮、骗食、骗精役 就是很多女性 就是可能想 反过去 白嫖男人 或者去 就是 没有啊 就是跟你上床 然后她觉得自己威 可以周围和人说 甚至乎 唱你也可以 或者好像有一些把柄 在她的手上 就是她说她对这些女人是很敏感的 就是她感觉到的 她自己做生意的 我所谓的客户 真的是她的客户 那她是那种 就是她会感觉到就是 可能那些女人看中了她 经济都应该OK 那样子又干干净净净净净净净 其实大陆都难找的嘛 其实大陆那些 买一路的时候 整股十尺远 你都闻那股臭烟 臭烟油味 就是 吃烟的男人是真的很臭的 那她是没有这种臭味 因为她不吃烟的 那又跟着 你看上去多干净的 一个男人 我觉得在大陆是很难找的 香港一街都是 那 跟着她就说 可能自己有做生意 总之那些女人 就是会 贴大床 就是 真的正宗贴大床 就是给了访耗 你上来 你屌我啦 搞我啦 那 我听完之后 其实 如果我几年前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自己昂贵 如果我三四年前 听到呢 我不相信 我就算和她目击 看到那条女人 我也觉得她够合 但是 现在我相信 因为身边的女人 都是这样 认识的女人 都是这样 你很难 跟你一起 她就搞刺激 经常觉得 我会抢她什么风头 经常叫我扣楼啊 拉拉链啊 什么鬼 就是 接着 她在我面前 可能又会 扮可怜 扮惨 扮性 但其实 暗铁 你看到她可能 又是个微信 一百几十个男人 钓鱼 大家互钓 接着 又搞大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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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 很多女人都是这样 而且她们是 对于男人 是没有要求的 就是你正正常常 可能你不是烂面 你 你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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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臭的 就是男人其实很忌諱的 真的很多男人很忌 真的 香港好很多的 大陆是普遍 我见到 30岁以上的男人 已经很忌諱 是那些油溢味 那些丝臭味 混在那些 烟味 酒 又好像不洗澡 那些头发 那些油溢味 就是这一只 那 那 那 真的 那些女人 就像你正正常常 那看上去 她觉得不太差 也不用你 有什么刺 也不会理你婚姻状况 什么鬼 有没有女朋友 完全不理 总之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吃了 总之她看上去 甚至乎是 你很健碩 没有了 如果你要尝尝 可以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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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就很重要 你想想 你们常常说 男人 怎样 滚 那他滚的对象 他搞的都是女人 大哥 那你的女人是哪里 你的女人都是这么烂滚 你才会滚在一起 是吧 其实很多都是不守护导 都很重要 我不想用不守护导 去形容 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形容词 不是那么多女人 结身至爱 很多女人 你看到结身至爱 他可能还是处内 或者他没有什么拍拖经验 那个原因是 他根本没得选择 这不是叫自爱 即是你是被动地自爱 你是没得选择 你样子坏 你没有能力 你整个人有很多硬伤 那你不是会静下来 即是你是 没得选择 你就是 根本连这个选择 你都没得选择 去不选择 你没有这件事 在你世界里面 那 这件事我觉得就不太算了 意思是 我真的在说 一个比较优秀的人 能够 比较指控 个人心归 或者是 窄一些 其实都不存在 我觉得这些好像在一个剧集里面 女人我还见到更加难 因为女人 绝大部分的女人 我觉得是不需要个人的空间 她们是需要 天天由早到晚 乱爱老 黏着男人 或者到处钓鱼 到处搞曖昧 要很多男人喜欢自己 拆起自己以前的 X一大堆 喝醉 或乘机 那些 女人是很喜欢做这些东西的 总之就是 那个存在感 那个价值感 就是在于 有多少个男人爱自己 所以 我想说的是 是很多 其实大部分女人 你们如果怪男人 滚滚滚滚 那你就知道 有多少个男人滚 就是有多少个女人 让他们滚 有多少个女人 是 连褲腰带都蓄不住的 动一些是脱裤脱衣的 其实是很多的 真的不少 我觉得 要找到一个 本身条件 挺优秀 我又想起一个 币销利益 跟我说的 一个挺优秀的女人 我不是说要赚很多钱 而是可能 她学历不错 她的样子都OK 很顺眼 接着 可能有少少墨水 就是文化程度不太低 我意思是那种墨水 不需要 懂任何的 什么写作才华 就是有 你跟她说话 都觉得她起码可以 接到你的话 先 理解到你 接着 还说要有个 经济的 自吸自足的能力 就是我都答到这三样东西 再加上一个性格 不错 其实是不存在的 第五样东西 就是说的 不疗愧 不搞我一枚 就是所谓优秀的定义 就是 样子和外形 是OK 中上 跟着 他是 找到钱 那个钱 是自吸自足 会有积蓄 跟着 位置是OK 就是 有些学历 跟着有些文化修养 这三样 第四样就是 她 性格不错 就是 有些同情心 有些同理心 就是 都不用懂得煮饭 什么东西 不用了 就是 我都做到这四点 然后 她是不疗愧 不搞曖昧的 我好像没见过 单身的我没见过 做了一位老婆 我可能见过 但是那些很大年纪 我还没见过她年纪 那时候 你会不会 我说 我觉得香港是难找女人 也很难 其实 大陆也是难 大陆的女人就是 纳交为主 香港就是 我刚才说的这一种 就是你要找一些 有些魅力 有些卖点的女人 很难她是会安分手机 就是 你说她可能会 不断地找人去跳船 要不就好些 就是不断地找人去跳船 不好的话 就是 就是 就已经是常常说 搞曖昧 或者是 就是 很容易和人上床 都是这一种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女人会搞成这样 我 我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 有时候 在男人口中 听回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觉得 其实自己真的 见到她的面太少 就是 我认知的女人 我一直以来认知的女人 我只是看到 可能一个 很多边形 很多面的其中一面 是的 我想象不到一个女人 你是会可以 不需要求任何东西 然后你是不断地 将自己的裸照 给别人 不怪得 真的不怪得 有这么多免费 有时候看你们的故事 都会感觉到 就是 为什么你们可以 就是 不收钱 什么东西都不要 不要名分 不要钱 甚至乎给房子钱 同一个 都是起码不养的男人 上床 我也会有时候想 但有时候看看 你们的年纪 四十多五十岁 可能你们觉得 都事人很多了 再过多年免费 都没有人要 这个我还可以理解 你说 譬如二三十岁 三十多 怎么会做到这样的 怎么会做到这么贱格 就是 比起码 我觉得 反过来 酒店的事情来说 你说一个男人 如果刚刚认识一个女孩 无端端给酒店地址 给房间号码 人家 其实整件事都是黏着 我想你不会觉得 这个男人 尊重的女孩 其实 就是这个词 尊重 我这个男朋友 跟我说 他觉得这个女孩 当她是免费鸭 他就说 骗饮 骗食 骗精役 你是 当人家是什么 你什么关系 什么东西都没有 饭都没有 试一下吃一餐 然后你叫人家 你现在 来我 来我住这间酒店 我给你一个房号码 你上来 和我搞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很多女人 其实我也觉得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很多时候 说自己结婚自外 那些是你不能选 我眼见真的有优秀 比较优秀 比较优秀 比较好的女孩 接着是结婚自外 就是可能有人 接触你的时候 你都不喜欢你就不会OK 或者会拒绝人 其实真的没问题 反而 反而男人有 反而男人也是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男人比较忠于自己 如果有一个女孩 你是真的不OK 他走过来 如何对你示好 其实你也是不OK 但女人不是 女人是会觉得 我要一个公司 多条鱼 叫她给我做兵 或者她可以 她的存在 她喜欢我 令到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感 就是会养着这条鱼 但我从来没见过男人 都会这样做 我只会是 见过男人就是怎么样 女人不断地对自己的示好 自己是没有兴趣的 接着就会很冷淡 或者出家喝喝吃吃 都不会帮人付钱 就是乘机用一些很消极的方式 去打发这个女人 这件事我就见过 但是女的就不会了 所以 其实我都开始明白 就是为什么有些男人很害怕 老婆和红杏出场 或者是 就是会觉得女人很容易走路 其实我觉得女人 真的很容易走路的一种动物 他只要见到 另一个人的条件好 或者外面 他觉得自己有很多市场 他就会 他就会走了 而且女人不需要很饿的一个人 才可以和他睡觉 难听说 其实是抹大雙脚的东西 他会觉得 只要你有钱 或者知道你的条件好 其实我就可以跟你在一起 我就可以随时出卖你 我相信如果我是一个男人 我都会很感受到这一点 就是一个女人 她说喜欢自己 她说喜欢我 但其实她可以随时随地 她可以转起我 她可以出卖我很快 我觉得很多女人 现在都是给我有这样的感觉 好 好 谢谢大家